接下来带您关注十点的新鲜报 根据明报报道 王立军在英国商人海武德命案之前 就因长期监听重庆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刘光磊 和胡锦涛办公室的热线电话被发现 从而被北京方面盯上 而去年中纪委曾秘密派员到重庆调查王立军 博信来知道后却没加保护 到11月海武德命案后 王立军从海武德的电脑中 找到了博信来家人的经济账目 引发博王反目 另外该报说 给王立军出逃提供车辆的王鹏飞 在博信来倒台后已经官复原职 再来看中国时报4月20号报道 两年前海基会和海协会 在重庆签署ACFA后 江炳坤会见博信来校园 有人说博书记很绿 博信来随即宣布重庆一年要种10年的数 每年投资178亿人民币 报道说博信来的重庆森林政策 因为涉嫌贪腐 已经成为中纪委调查的重点 那么再来看香港都市日报4月20号报道 身为内地重点学府的武汉理工大学 近10年来通过廊坊硕士班 先后向100多名没有资格入学的学生 授予真正的硕士学位证书 而这些出售的学位都顺利通过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查 文章指出 这些学生都是处级以上的中共官员 个别人已经官至局级 接下来是中国时报有这样一条报道 韩国仁川地区法院4月19号 判处中国渔船鲁文船号船长 程大伟30年的有期徒刑 罚款11万多人民币 去年12月12号 程大伟驾驶渔船 在韩国专属经济区内捕鱼 遭到韩国海巡人员等船检查 他随即用匕首刺刺一名海警 另有一名海警受伤 最后再来看台湾多家报纸19号报道 台中警察侯志豪在12楼的阳台跟毒贩对质 随时准备去拿犯人的场面 被电视台连线转播 已经怀孕9个多月 在家休息的侯太太 在电视里看到丈夫冲锋陷阵 一阵紧张 让预产期下周才出生的儿子提前来到世间